各位观众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金华酒店前面的抗议现场 东东新闻首先呼吁抗议的民众保持冷静 那最新的讯息呢 在这里抗议的民众 刚刚我们看到看到了这位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主播柴璐 正在进行采访 而柴璐遭到了这个迟余之殃 差点被追打 同时还包括了国台办的新闻处长 及凤凰电视的这个记者 几乎都深陷成为第一时间的联系记者张志伟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呢在金华酒店前面这场冲突的 刚刚是央集了大陆的随团采访记者 包括了知名的央视主播财路都在冲突之中 珍珠项愿被拉掉了 我们来看看刚刚最新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民众是不停地暴露了 包圍著大陸的媒體採訪人們對他們喊出抗議的聲音 不過呢他們在警方的強力護送之下是離開了現場 據瞭解包括央視的主播財路 鳳凰台的記者陳林 以及國台辦的新聞處長安峰山 三個人是深陷在最裡面的重圍 還有其他包括大陸的隨行採訪記者 可以說是嚇壞了 沒有想到出來之後居然會被包圍 不過這波衝突呢 在最後在警方的強勢的包圍之下護送之下 終於是慢慢的離開了現場 這也是這次陣營來台之後 首次有大陸媒體是遭到了這個攻擊的狀況 因為在之前呢 其實大陸媒體都成為台灣媒體的採訪對象 但是沒有想到今天在金華酒店這裡 想要付出這個酒店 卻成為了民眾包圍的這個對象 而目前呢 在整個金華酒店的前面的狀況 依舊是非常的混亂 前面的民眾不停的在喊出抗議的聲音 而警方的封鎖線也逐漸的逐步擴大 以上就是來自於現場的這些情形 我們現在先把鏡頭還給同類主播 好各位觀眾 在中間你所看到穿着灰色套裝 這個短頭髮的這個女孩呢 就是東這個中央電視台的這個主播柴璐 她這次到台灣來呢 就是奉命這個採訪陳雲林的相關新聞 在這個抗議現場遭到了遲疑之憂 我們看到一路有人護著她 不過她的項鍊被扯掉 目前算是暫時的平安 這段新聞也在這裡 特別要呼籲 抗議的民眾應該要保持冷靜 這個可說是直接通過 都會的 不安 我 都會 感谢观看